上一次被记你太没打败 我们练梦者一族非常不服气 所以想趁着月圆之时来一波偷袭 对银类发动一波致命攻击 兄弟们跟我上 慢着 8月15中秋到 嫦娥本尊来驾到 谁敢再次捣乱 我去 居然是嫦娥姐姐 等一下 你所花的僧眼怎么不对劲 嫦娥不是女的吗 不要在意这些细节 今天我作为南肠鹅 我也能收拾你们 看我的月饼公斤 全部拿下 兄弟们中秋好 细形中秋节 想必各位兄弟们都要放假了吧 但也不耽误每周五 别人能够的准时更新 准备好了没 我开始介绍了啊 本次更新出现了两款人类的皮肤 分别是嫦娥姐姐和赤血尖骄 你们是不是很想知道这两款皮肤是如何解锁的呢 好说好说 只要小伙伴们能给咱视频来个产点赞强烈推荐 辉哥这就教大家如何解锁 首先呢就是咱们的赤血尖骄 没错 她就是名人的母亲 四代目的媳妇 小伙伴们是不是很熟悉啊 至于如何解锁 那你们要注意了啊 首先咱们选择四代目的皮肤 然后进入农夫阵营最难的模式 大招选择上中拳 这三步千万不要记错哦 进入游戏之后要仔细观察 如果出现了小蓝联盟者 那咱们就能顺利开始解锁了 OK 等联盟者开始攻击之后 使用大招上中拳 把小蓝困在房间里面 这时候重要的道具斜云就出现了 咱们收下道具就可以随意穿墙飞翔 然后顺着地图的右下角往前走 直到看见窝之国 没错 就是她 这个时候使用四代目的技能飞雷神 把地标放在窝之国 然后返回咱们的农田开始发育 把所有的金币都用来建造电光草 等到电力超过一千之后 开始建造葵花坝吧 哎 现在建造了九个 注意 这个时候只要使用传送技能 返回窝之国 吃血尖胶就成功解锁 虽然这解锁的过程来有点小麻烦 但是对于各位小伙伴们来说 这些都是杂杂水了 来 小伙伴们 只要在评论区发送速度狗 就能像灰哥一样飞速解锁皮肤 好 既然解锁了皮肤 咱们当然是要选择体验一下技能了 进游戏先选择大招 修补匠 然后看见这个四血的猎梦者了没 不用怕 咱们使用技能 别看大门没血了 这都是技能的效果 咱们的大招名叫 试鬼封印 使用之后会将大门的血量 降低至99% 但是不要紧 猎梦者的等级也会减少两级 现在他只有两级了 根本挠不动咱们的大门呀 你这个开挂 这个太赖了呀兄弟 此时猎梦者有三级 咱们使用技能 猎梦者就变成了一级 虽然大门的血量不高 但是咱们的大招修补降 那也不是吃素的呀 直接增加护盾 一级的猎梦者 这不就傻眼了吗 剩下的时间 只要他猎梦者赶来找咱们的麻烦 咱们就使用技能 将他等级降低 玩了大半天了 猎梦者还是只有一级 现在咱们的队友都发育起来了 根本不用我出手 直接就把猎梦者带走 怎么样小伙伴们 这吃雪尖椒是不是很有意思呀 好 那么接下来该解锁咱们的美丽的嫦娥姐姐啦 不过不要慌 嫦娥姐姐 灰哥我今天还解锁不了 你是不是故意逗我们玩 小伙伴们快点摇槽粉 灰哥 哎别别别 兄弟们 不管我事 这不管我的事啊 灰哥我也是无能为力呀 这都怪那游戏策划 非得给兄弟们整腰额子 说什么想要解锁嫦娥姐姐 必须等到中秋放假 真喵的啰嗦呀 只有在下期才会开放小伙伴们 期待已久的无限机闭模式 那么必须在无限机闭模式中 赢得六局比赛 才能完成解锁 其实也不难 只不过现在还没到时候呢 灰哥我也不能给大家录制 那嫦娥姐姐的技能又是什么呢 这个我可以提前套路啊 嫦娥姐姐有个备等技能 水中月 玩家进入房间之后 房间内的所有格子都会变成水中月 点击就能开出随机建筑 相信各位欧华们 一定能开出板机建筑 我可是把我知道的都告诉大家了啊 看在灰哥我如此勤劳的面子上 千万不要电摇我啊 千万不要